由谭松韵周汉良云仙主演的《锦心思域》正在热播 宅斗的同时不忘撒糖 傲娇侯爷许令仪 在剧中着实是吸了一大波的粉丝 不得不说 抱着十一娘疯狂撒娇的闷糟侯爷 可真是太可爱了 之前的剧情中 侯爷因为肩上的重担 丝毫不敢愉悦 更别提什么出格的事情了 对妻子的期待 也仅限于温柔大方 后院虽有诸多女人 但都是为了权势才跟随的 就连正方罗原娘 也是一心扑在 如何为罗家谋取利益上 真正喜欢她 为她着想的少知又少 其他姨娘们更是指挥所要 根本上不了台面 十一娘看似蠢萌 也许是因为身份的问题 小时候不如一的生活 让十一娘的心性十分沉稳成熟 与多数世家女子不同 十一娘一心想着靠自己的手艺 养护自己与姨娘 即使是阴差阳错 嫁给了许令仪 自力更生这个想法 也始终未变 拿到掌家权利之后 十一娘对内将侯府 打理得紧紧有条 对外也能成为 许令仪的左膀右臂 就是一官看不上 十一娘的太夫人 也忍不住夸一声好 奈何十一娘怀孕之后 就更变了个人似的 本身和林公子只是认识 可在绣坊交集多了之后 总是见面 后期的时候 我们也能看到 十一娘总是密会林公子 并且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都是单独相处 在那个时代 男女共处一世 是多有避讳的 乔连房得知 十一娘与林世贤的关系之后 直接将此事 告发到了太夫人面前 这一下子就捅了天 许令仪直接拿剑找上了门 看到的就是 十一娘与林世贤 相谈甚欢的模样 所谓的眼见为时 徐令仪恼怒之下 就要杀了林世贤 十一娘顿时急了 直接拿着剪刀 对准自己的脖子 威胁徐令仪不准杀人 火乱之下 怀孕月份很大的十一娘 一个没站稳就摔倒了 徐令仪为救十一娘与孩子 被十一娘出众胸口 险些丧命 对十一娘来说 与林世贤只是默逆之交 实在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徐令仪冷静下来之后 自是明白了其中的蹊跷之处 对乔连访更是不满 咽过拔毛 风过刘痕 徐令仪终究是上了心 虽然知道 孩子是自己的 但心中难免一难平 看徐令仪为孩子 取名锦哥 就知道 她始终是介意的 这个名字一看 就是希望孩子能谨言顺行 其中深意 自然瞒不过太夫人 这个时候太夫人已经将十一娘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自是十分不满 但考虑到家庭和睦 到底是没多说什么 当然 徐令仪对十一娘是真的爱了 这并不影响男女主的甜蜜之术 在小说中 并没有林世贤这个人物的存在 不知道剧版会怎么进行改变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吧 感谢观看